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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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開始 想要請我們Ladies Like UX 來備有負責人 幫我們簡單介紹一下Ladies Like UX 幫我們簡單介紹一下Ladies Like UX 大家好,想知道一下大家是第一次參加LadyUS台北的活動的新舉手 喔這麼多喔太好了,那我真的有必要來介紹一下 我是LadyUS台北的分會的會長,我們大概三年多前把這個LadyUS這個全球網絡在台北開一個分會 我們是一個國際的分應力組織,目前大概有47個分會 台北分會很特別,是最在亞太最快的發展的分會 而在2017年的時候,我們就舉辦了全球的一個年會叫Top UX 當時有大概有二十幾個不同的國家的LadyUS網絡的一些UX的設計師 他們來到台灣,然後還有幫我們自己的台灣的這些設計師 集聚一堂大概有四百多個人來參加 那一路就是到現在,我們幾乎都是每個月會辦一次樂會 然後我們目前在LadyUS網絡裡面,我們有將近2500個設計師 那當然我們講設計師其實不只是什麼UI UX 實際上有非常多是不同領域想進到使用者體驗領域的人呢 他們會來這裡學習,認識朋友 所以呢,我們在這個,就是說努力上面 還有就是我們以分享交流為主的這樣的一個社群發展上 一直都是希望能夠營造一個非常溫馨跟包容跟開放的環境 然後我們希望能夠有很多的國際的交流的機會 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年其實蠻多的樂會的發生 都是跟國際的一些其他分會的會長 他們做一些國際的交流 然後那樣子的Vlog其實就是用英文進行 然後有時候是用視訊這樣子 那,就像我剛講,每月會有一個聚會 那以女生為主,所以很多的聚會裡面 我們會討論的話題,除了專業相關的分享以外 有時候就是會講到,就是比方說職業生涯上面發展上的一些困難 然後甚至呢,很多人他們參加過我們的環的活動以後呢 他們就變成朋友 最近我看到我們以前的志工他們一起 比方說去菲律賓的一個小島玩 然後什麼,所以就是這裡就是一個讓大家交朋友 專業的安全的地方 那我們也舉辦過很多的活動 比方說,除了這樣大型的TOP US上的大型活動外 我們有一些實力工作坊是去年 Chitchat 是一個就是交流型的一個這個Vlog的形式 是由我們一個核心志工這樣點點 他在外面報告會進行 然後,我們也有國際的這個就是領導的分享 然後另外一個相關的conference 或是education outreach 就是去,比如說企業 如果他們需要我們,我們會做一些 outreach 去訓練他們在國的員工 或是學校,如果需要做設計思考 或是其他相關的一些活動,我們會去支援 那下個月的活動是8月19號的晚上 然後是禮拜一進行 因為我們請到了國泰金控 他們的最近做得很棒的TREPA 裡面的數位置策略的裡面的人這樣子 那我們想要探討就是TREPA這件事情 然後他的一些設計的一個形式 還有為什麼要做TREPA這件事的 可是是從業主的觀點 因為國泰他們不是自己開發TREPA 可是他們是需求的提供者這樣子 那我們也在進行同一場裡面 因為我們希望能夠也邀請到這個 萬方醫院的萬小方的設計者這樣子來 可是還沒有確定 但是就是說這是8月19號 如果大家有興趣 希望大家把時間先留下來給我們 那這裡是一個就是很溫馨的地方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這個活動進行中 有任何的問題都可以提出來 然後如果說有任何有一些改進的地方 也給我們多一些建議這樣子 好,謝謝大家 好,我們謝謝Jill的介紹 那接下來就是正式的活動 我們來歡迎第一位獎者Jill 嗨,大家好,我是Jill 然後我今天會先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關於我們一些open design 一些想法跟概念 然後大家有一個稍微的認知 然後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在場就是有聽過open design的 或是有用過open design的 open resource design的東西的 舉個手好嗎 那有人是設計師嗎 對,你是設計師的舉個手好嗎 還有滿多的 然後你們都不覺得你們有用過open design的東西嗎 好,那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就是其實我也以為我沒有用過 但是你知道我加入這個活動以後 然後我就開始用了 就是去了解什麼是open design的概念以後 就是越深度就發現 就是其實我在工作的或日常生活中 其實我還蠻常使用的 只是我自己不知不覺 然後接下來就會講一下 就是為什麼我們不知道 那個是open design 就是open design概念什麼 然後等一下我會就稍微 從我個人的就是工作 就是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然後大家知道為什麼 我會接觸到open design的東西 然後我們會稍微去講一下 看設計一些基本的概念 然後以及我去 我參加了網路上面的一個 就是daily creative challenge的活動 然後最後就是簡單的跟大家講一些 就是關於跟 因為UIVX Design大量 然後跟任何所有的 相關人員協作的一個角色 所以大家去講一下就是 如何去選擇一個協作好的協作工具 然後對我是Jill 然後其實我是 我的背景其實是工業設計系 所以我研究所的時候選擇主題 是服務設計 然後服務設計其實是一個很巨大的概念 就是它有點像是電腦公司 然後UIV designer比較像 它是一個比較專心的項目 所以在我畢業以後 就是我就選擇了到電腦公司 去做UIVX Design大量的工作 然後一開始我就進去華碩 然後我做了大概四年時間 都是在做UIVX Design大量 然後我去年剛轉型 然後到了一間小公司 然後其實這間公司做了 人也變適的小公司 然後人也比較小 但它就是做純軟體的公司 然後當我在華碩的時候 其實華碩是一個很大的公司 所以它的制度很嚴明 然後每一個工作都有一個特定的角色 所以這樣我來的部門 其實我算是工程師部門 所以其實我必須要面對 就是有各式各樣 可能Sales的PM 然後Software的PM 硬體的PM 或是硬體軟體 就是硬體分位部門的PM 就有非常多的PM 然後有時候可能會需要跟外面的廠商 就他們可能會有一些 關於產品規格的限制 或是他們有一些可以幫我一起做 就幫我也要跟外面的廠商溝通 然後關於RD的話 也是因為 因為是硬體廠的關係 所以就是有分硬體的工程師 軟體的工程師 外面的工程師 可能又分成底層的工程師 跟iOS 或是Android工程師 所以當我在華碩的時候 其實我面對到的人 就是雖然人非常多 然後每一種角色 就是我大致上把這些人歸有三群 就是PM一群 但就是有非常弱 我按個PM可不六個 然後一群就是可能是上層 高層人士 就是高層老闆 他會來看的話 有大部份是PM 那我就把歸在spareholder 然後RD的話就是各式各樣RD 就是 就是 唯一的問題就是 這三群人他彼此之間是沒有辦法溝通 因為他不是用同一種語言 但是優點就是 我在一間公司的時候其實 就是我那時候是個剛畢業的學生 然後我學到了非常多 就是 他讓我學習的過程就是非常輕鬆 是因為他一次只會執行的花絕 而且因為大公司有制度的關係 所以他 是Stagio是固定 就表示我們每一季要產出什麼東西 所以 其實你只要跟著 就是他的方針走 大概就可以走到一檔 然後可以有樣產的東西 然後接下來我轉直到了一個純軟的小公司 然後小公司的特色就是 一個人要當 就是一個人可能要當非常多功能 就是你必須要非常多功 所以 其實我們可能 因為小公司就是必須要一直找 可以合作的對象 或是你要找客戶 所以呢 Stagio的可能同時就是 我們發展出了一個solution 然後我們覺得 那些產業是可以用得到的 所以我們就會一直找的產業 所以同時可能會面對非常多廠商 然後他們可能都有他們自己的訴求 我們就要快速的去修正 就是等下軟體的介面 或是怎樣可以符合他們那些 他們產業的特性去做修正 然後PM的話就是只有一個人 然後RB的話也是就是 可能Android和iOS 可能就沒有其他人 但他們就還要附著地層什麼的 然後就是小公司的情況 就是你同時一個人可能會 執行非常多的project 但是其實都是差不多project 但是可能中間要一直微調 然後你要清楚的去知道說 你現在正在哪一條線上 跟哪個頻道裡面切換這樣 然後我就再來比較一下 然後這個比較就會讓我 對我等一下會導出就是 為什麼我們會開始使用 open source 的東西 那因為之前就是 我在華碩的時候 它是個硬體廠 然後它有很多的制度 所以很多人 所以這些人 他們可能不一定都懂得 就是他們可能有老中青三代 然後他們可能不太懂 什麼叫協作概念 所以我們沒有協作工具 我們全部都是用email往來 然後如果你想要就是 就是你責任歸屬的話 其實都要去翻email 說這個你可能說過什麼 就是不太有什麼 就是記錄下來 就是全部都是靠email 然後我們的工作程 是可以拉比較長的 所以你可以按部就還怎麼做 然後所以因為 因為硬體廠它有很多 就是什麼 比如說產品的規格 因為都是有機密性的 所以都不很快 所以加上它 我們裡面的design 全部都要follow 就是公司的企業視頻 所以其實我們不太會用到 它有設計的東西 就是我們不太 就是你就算在網上面找資料 你可能也要修改 就是要follow 到更的 我們design guideline 就是follow公司的規定 所以沒有什麼開過 那在存在小公司的話 就是要快 所以我們沒有制度 就是你想要什麼做什麼 你就提案就做了 然後但是因為協助 就是我們需要跟 同時要好很多的專案 然後有很多不同的人參與 然後這些專案 可能又有一些微妙的差異 所以為了要就是可以快速 就是可以精準的控管每一個 就是可能今天必須要給大家 嘗試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會使用 就是很多的協助工具 但是在協助工具上 其實它沒有 最好 它只有更好 所以我們小公司的 就是因為沒有製作關係 所以我們很坦素 就是我們就一直 不斷的在搜尋 到底怎樣的工具是最適合 然後因為其實每個工具 都有它的特性 我打不講 然後所以我們 我們用很多寫作工具 但我現在也不能繼續說 我到底用哪個 然後因為我們工具都要快 所以我們必須要尋求 很多外部的資源 就是我一個 我不可能同時 就是我在很短時間 但我一定要是三套 就不一樣的視覺出來 其實很困難 所以我就會在網路上面 找就是開圓設計 然後可能有付費或是擺帳 我覺得來公司就滿大的 這樣可以節省很多的工作時間 然後所以這就是我開始接觸 開圓設計的起源 就是從我去年開始轉職 開始有大量接觸 然後我大概講一下 就是什麼是開圓設計的概念 然後大家可以想一下 人生活中就是都有用到 然後就是其實開圓設計 它一開始的這個字源 是來自於就是開圓 但是它一開始 大部分都是軟體開發 在使用 就是我們大家用的 就是工程師會把他們寫的一段 或什麼就放上去 然後你可能會有一個demo 然後大家說可能做了一個 然後時鐘或是什麼 然後可能就會下面 會有人去推穩 然後去回覆它 其他有問題 他可以提出來 然後人去優化它 然後所以 Open Design 其實就是用 Open Source的方法去做設計 那它有五個就是比較 五大原則 就是它其實是必須是 一個TALK公開的 就是 就是 舉例來說 我把我的CODE 全部都放到網路上面 它就是一個很透明的行為 就是 我什麼寫的都告訴你 所以 如果你有什麼任何問題的話 你應該可以在裡面找到答案 然後合作的話 就是因為會有人在下面 就是可能 然後我覺得 他可能 比方說寫什麼地方覺得不太好 他就會發問 他說 欸我不要我這個地方 我什麼時間怎麼會懂 然後他就說 你可能下面就會有人說 我覺得可以怎樣解 他可能就把它扣載下來 然後改了一段 然後再重新 就是貼回去 然後就可以重新給他看 欸我是不是幫你解決什麼問題 所以他是有合作的概念 然後因為大家就是 希望可能 越快解決問題越好 所以其實 他們可能做了點什麼 他們就把Applicue出去 然後如果有人給feedback的話 就可以把它修正 所以他的更新跟發佈 都是非常快速跟頻繁的 然後而且 然後第四個就是在 其實在網路的世界裡面 我們不知道彼此是誰 對我們來講 我們都是平等 所以大家看到的 都是你的 結果跟能力是什麼 然後所以 我們不會因為 喔你好像是一個很資深的工程師 所以我就比較相信你的Core 但他可能會因為 你的 你在這網上上面 貢獻度很高 所以大家就覺得 你是個比較強 可是他是依照你的能力去 決定你是誰 而不是因為你的身分 而決定你是誰 所以他是有一個微材式用的概念 然後最最後一個最重要就是 其實 Open Source就是一個社群的概念 就是一群 一群有共同能力 或是有共同目標的人 去在一起互相討論 然後基本上涵蓋這五大原則 就可以算是 Open Design等等 我們把它套用在 Besign裡面的話 它是Open Design的一個概念 然後關於 就是 開源組織的特徵的話 就是 它可能要涵蓋就是五大一項 就是其實根據不同的 組織的規模 或是產業類別 然後有點不一樣 但基本上 最基本的五大特徵就是 這五個 Alasi跟前面的那個 原則是相呼應的 就是你可能稍微試個 公開透明的環境 就是大家都可以在網上 搜尋到 就是不會說什麼 常人很隱密啊 什麼 就是基本上 大家都可以接觸得到 所以他是透明的 然後他還有包容性 就是 他不會因為 比方說 我今天是一個 iCon設計的網站 然後 我就不允許 不是畫iCon的人進來看 他是一個很包容的環境 然後他的適應性的話 就是他裡面有非常多的 空間可以讓大家使用 然後 然後 他裡面所產生的素材 什麼 也都是可以適用在很多的情境 他是有一個 就是 反正他是一個高度的適應性 然後他有 非常多合作的機會 你可以在上面 可以找到 你覺得很不錯的 合作對象 或是 你可以根據別人 就是你可以去 接觸到 就比方說 我今天在網站 Publish 我自己的UI 視頻系統 然後呢 可能別人有興趣的話 他知道在哪裡找到 他就可以跟我合作 然後呢 最後就是 因為他是一個 組織嘛 他就是一個社群的概念 他裡面是 大家彼此是 頻繁接觸的 然後 就想來講一下 就是為什麼 我們要做 就是open design這件事情 那我剛有提到 其實open design open source的 源頭 其實是來自於 就是 工程設計的部分 就是他其實 一開始都是 以 軟體開發為主 所以 軟體開發是一個 非常好 就是他 迭代的 非常方便 因為他其實就是 程式蠻好看的 以後我覺得 你哪一方可以寫更漂亮 或是可以加速你的效能 或是可以有更好的效果 或是可以更新的很快 可是設計其實是一個 非常主觀的東西 而且他其實是 就是他沒有什麼 好或不好 他可能只有流行性啊 或是頂多就是識別性的 強弱而已 所以其實 在open design 就是用open來做比賽的 這個部分 其實還沒有辦法 那麼省省 就是因為 他不像軟體開發一樣 是那麼容易的被修改 而且他是很狂 就是 比賽是比較主觀的 他沒有那麼客觀 所以就這樣 我覺得第二點 就是設計概念是 比較難分享並 就是產生迭代的 而且最重要就是 設計師和工程師的頻道 就是工程師他們是非常習慣 使用那些 就是網路上面的一些工具 但是對於設計師來講 他們可能專長是會 他可能有非常好視覺能力 但他不太知道 要如何去經營 他自己的平台 或是他找不到一個 很好的空間去跟人家討論 然後所以我們 就是要做open design的目標 就是希望他可以是一個 他是一個平台 然後讓大家可以來集思廣益 而且我們所有的那些資源 都是透明公開的 所以大家就不用害怕說 我是不是一定要去 變某種身份 才可以去成功進入到這個 就是我們這個組織裡面 然後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希望這地方 可以讓大家公平的意見交流 就是每個人都可以提供意見 然後你也可以得到別人的意見 然後最後就是如果說 比方說我今天是一個 Ui designer 但是我會做圖 但是我可能不太會規劃 整個就是 不太會做產品架構 或是我希望可以把我的 我的idea 變成一個 就是可以workable的一個軟體好了 我可能也需要會寫程式的人 那我們都希望可以在這個平台上面 就是可以有各式各樣的人才 然後他們可以在這裡 可以找到適合的支援 然後最後就是希望可以創造一個共同的價值 然後這是我們的目標 然後之後我要回到 就是我剛剛一開始問的問題 就是我剛剛問的是 好像大家都沒有用過開源設計的部分 但是想問就是 你們真的覺得開源離我們有那麼遠嗎 就是我現在舉例來說 可能就回到剛剛那邊 我講過開源組織的特徵 就是要包含透明 包容 適應性 合作跟社群的概念 然後我們來用 剛剛那五大概念來看 就是接下來這個網站 這是我個人非常愛用的網站 因為我是一個專業的UI Designer 就是 它是一個 就是你可以在上面下載 就是你可以在上面看到很多 iPhone的一個網站 然後因為 UI Designer最常做的就是 做一些demo的UI 然後給工程師說你可以幫我拉動起來 然後所以呢 如果人家做iPhone的話 其實有很大的重要 就是要讓大家都可以識別 有判讀性 然後 有判讀性這件事情 有時候是我自己畫出來 我覺得這看起來就超像一個開關 但是有些人就會看不出來說 這是開關還是燈泡 然後這時候呢 我們有一些很客觀的方法 就是我會到類似這種iPhone的網站上面 就是 別忘了我打一個switch 然後它就跑出很多的 開關應該長的樣子 然後就會找最多人畫 就是說 你看這麼多人都把開關畫了 你知道 所以開關應該長這樣吧 所以 這個就是我搜尋資料的地方 那有時候可能真的太敢 我來不及 畫那麼多套UI 我也會從上面直接下載 現在用 然後我們來解釋一下 這樣的一個網站 就是 剛剛都講的 就是 它要透明 對 然後它這些東西 它甚至你可以直接下載 sb 區檔 就是一個向量圖檔 是可以修改的 所以它夠透明 然後 包容性是 它有各式各樣的 就是其實今天裡面不只UI 它有時候可能是一些 就是不只是那種 就是很 想說什麼 開關 上一頁下頁那種iPhone 它甚至有一些插圖在裡面 所以它的包容性也非常高 然後它的適應性就是 像我說 它這些東西 它甚至開放原始檔 你可以把那些東西 用在你自己的底下裡面 所以它的適應性也很高 然後它裡面呢 就是我們講 就是我要看這一頁 就是它其實上面有一些 你如果有去這個網站使用的話 就可以看到 它其實裡面還有一些blog 或是它有一些 你做 就是它甚至還有什麼 那個 iPhone 手機可以上面畫一些 就是iPhone 你可以把你自己的東西放上去 然後你可以有一個 就是自己的個人頁面 然後會有人去follow你 然後 它也會有一些就是 下載 就是你可以下載這個人 比方說我覺得這個人畫 好 我就一直follow他 然後看他的下載一些套件 然後都可以使用在我的作品上面 所以它其實也包含了合作 因為我可以找到這個人 我可以找他一起合作 然後它也是一個社群的概念 它有作者會去寫blog 然後跟他講說 我可能是怎麼樣 可以呈現我們iPhone的概念 所以 即便是這樣子一個 就是找資料 網站 就是他就把他的東西放出來了 那他也包含了 就是這五項特徵 所以他其實就可以算是一個 開源的組織 然後再來就是一個 就是設計師應該知道的就是 Behance 就是Behance 其實也是一個開源的組織 就是他也包含 就是你看上面 他可能有影片啊 或是有些人可能做他自己的小動畫 或是有插圖 或是有UI設計 然後他都放在上面 所以他也就包含了剛剛我所講的就是 包容性啊 適應性啊 然後他也是 你可以上傳你自己的東西 然後會有人可以在上面給feedback 然後也可以找到這個人 所以他也有 他也是有合作跟社群的概念 所以其實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真的都沒有用到開源嘛 就是大家可以在想一下 就是應該都 至少如果你有 你是個設計師的話 我覺得你應該會有機會 碰到我剛剛上述的類似的情境吧 然後就是 這是Behance裡面一些 他甚至還有那個就是 頻道 你還可以去看 就是可能會有設計師在那邊開直播 然後說我教大家如何做一個 很漂亮的健身球啊什麼的 就是你們就是如果 沒有看過的話可以去看一下 我個人就還蠻沉溺於這個的 其實 然後我要講一下 就是我之前就分享一下 就是因為 因為就是我有買adopt 所以他就會寄email給我 然後他邀請我參加一個偶動 在做Dailing Creative Challenge 然後他其實 他一開始是因為那個 就是他開他發展一個新的產品 就是若是UI UX 他開始比mine應該就是不陌生Sketch做的軟體 但是Sketch其實是只為了Mac做的 他並沒有做Windows版本 然後Adobe找到這塊空氣 所以他們就做了一個 就是很方便來做UI的軟體 然後他是要做X1 就是我們常打那個笑的那個X1 就是他是一個就是Adobe出的 就是做UI非常方便的一個軟體 然後他為了讓大家 就是更快的熟悉這個軟體 他做了一個 他辦了一個這個活動 那他現在就是還有Photoshop的 就是活動 就是大家可以去搜尋 他其實一直開一直開一直看 你可以去看 然後他的參與辦法就是 你就去犯案報名 然後他要讓你加入一個slap裡面 然後大家就會在裡面討論 那邊跟大家聊天 然後你如果你有報名 確定有報名參加了 他就會每天會寄一個email給你 然後就會告訴你 就是你今天的挑戰是什麼 然後那個挑戰其實都蠻簡單的 就比方說會叫你做一個 寵物網站的入口 寵物用品購物網站的入口 然後他會寄一份template 就是去一個 就是他會給你抓bus 簡直下載那個template 然後你就 就是他可以get done 然後你就可以 而且他每天都會有個對應的video 就是會有個老師來跟你講 就是他可能說我都是怎麼做啊 他就分享他一些設計的概念什麼 然後你就可以看這個直播 然後學到一些設計的技巧 但那些設計技巧 如果你本來就會 然後你也可以不用看 就是你就可以直接下載那個專案下來 然後你下載完以後 你做完了也可以再傳回去 然後呢就會有其他的參與者 可以在上面就是聊天說 欸我覺得你做得很大 或是我覺得你那個 可能整個界面太沉 太沉啦 就是大家會在那個slap裡面討論 然後我老師有看到 就是他的那個mentor如果看到的話 他會給你一些feedback 就是他等於就是大家一起交流 然後熟悉這個軟體 然後可能有些人會遇到一些什麼 XD的操作上的障礙 然後說欸我不知道你那個pattern 就是有些做UI 就比方說網站 不是會有那個功能力嗎 那可能他一拉就可以做出來 他可以幫你放假的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你卻一個一個複製 然後有些人就會說 你那是怎麼做出來 為什麼你可以拍這麼整齊 然後居然就跟大家說 你旁邊按正列啊 然後就跑出來 就是很功能的討論也有 然後很視覺的討論也有 就是在上面都可以跟大家交流 只要你願意溝通的話 都可以就是跟你有效的交流這樣 然後所以就是剛剛提到就是 剛剛那個活動 他就用了一個工具叫slap 然後就是我現在要講就是 協作工具的使用 就是其實根據我的經驗 就是協作工具並沒有最好用 而且還很容易常常大家用一用 尤其如果你們都在討論辦公室面 就會用一用你就不如站起來跟他講說 欸你那個什麼時候可以給我 大家就不會去用協作工具 就是他比較適用於 就是有一點點距離的人在使用 然後對我來講 協作工具最有效的使用的情況下是 就是工程師對設計師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如果要切圖啊什麼 然後就是我在跟他講那個標 那些東西給 就早期啊 就我剛開始進入UIV差距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是用Forschot標 但真的每次標圖到一個禮拜 就超久 然後自從有協作工具以後就是 就是他就可以快速自動的幫我產生 我其實只要做完以後 我就把它匯出去 我就直接給我阿滴一個連結就可以了 就是大幅的減少我的時間 然後這裡我列出來的五個工具裡面 其實有一些它是不是看圖的 應該說這面工具有各的特性 像Slack它就是一個可以適用於所有人 就如果說你們有跨國辦公室 或是跨區域的辦公室 Slack就是一個非常方便討論的地方 那它上面有類似MS的功能 然後那個第二個Lubstrap 它其實是一個跟 它有點像是Sketch的Plug 然後它就是如果你用了那個軟體以後 你就是可以 比方說我每次跟進新的版本 它就會直接幫我寫出來 然後我可以直接寫一次討論 你覺得說我改了這次改了什麼東西 然後我就更新上去 然後我也不用切圖什麼 大家就可以直接看 然後第三個那個兩個Lubstrap 它其實是那個Wave 它也是一個適用於各個就是 應該說各個專長的都可以用 它也是看圖的 然後它會有什麼就是 版本一跟版本二的比較 然後大家可以直接上面做幾套 然後Note的話就是後面的幾個 大部分都是大家可以看版本更新的一些 就是寫作工具 然後就是我要講一次就是 其實網路上面你隨便的搜尋寫作工具 都可以找到海量寫作工具 然後我可能沒有時間留一個去試 但是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它即便要付寫它都會有free trial 或是它會有至少一個專案是免費的 所以呢大家就是不要害怕 去把它點下去試用看看 然後不好用就趕快放棄它 不要浪費你的生命在使用它上面 那你就是可以每個都去點 然後我也是在就是加入了這個活動 然後我就開始就是每個都點點看 然後看什麼使用是最好用的 然後根據我自己的經驗 我目前我最愛用的就是 就是右上角那個extract 就是我發現它可以省掉我很多 就是標圖啊切圖的時間 然後我可能也不用去標說 我哪個地方要改什麼 然後每次進新版本 我也不用還要特別去跟別人講說 欸我改了什麼你可以幫我看一下 就是我全部都按在上面 然後我只需要就是 把那個連結丟出去的時候 順便大家講說 請參考復健連結這樣就好 所以它大幅的省掉很多時間 但是如果你今天的產業別 不是效益 因為我是UI所以我用力很方便 但如果你今天是PM的話 你可能就可以找別的 比如說Asana或是slag內容跟大家溝通 是比較方便的 所以就是鼓勵大家就是 協作軟體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你們可以盡量找 然後就是使用一點看 然後找到一個跟你八字最合 跟你產業別最合的 就可以喔 就是我覺得當你一旦感受過 它的方便以後 就很難回得去了 那大概以上就是我的一些介紹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等一下就是 問問題的關係 謝謝 謝謝Giro的分享 那我們現在邀請第二位獎者 好二 哈囉大家好 還醒著嗎 好 在我分享之前我想要先了解 在座有曾經在學校 或者是在工作的時候 或者是做CyproJet的時候 有曾經做過益用性測試的請舉手 OK還蠻多的 好 那大概一半一半 那我待會會用比較細節的部分 我就會分享比較快一點點 然後如果後續你有對我們的研究有興趣 我會互相連結 然後你可以想去看 我們怎麼是透過 我們如何透過遠端做益用性測試 這個部分 那我先說明一下 今天我會簡單做我介紹一下 然後我會介紹一下 USNUT到底是什麼 然後為什麼我今天會站在這裡 其實我原本也不知道 我做的專案跟開源設計有關 就我從來沒想到我今天實在過 我覺得會跟這個議題測上別 所以我也這邊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我們有相關性 那我會舉一個案例 我在這個過程中 我怎麼遠端的帶了20個研究員 一起做益用性測試 然後其實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面 我們今天也是在座有幾位曾經 跟我一起合作過 然後我們今天根本就像網友見面一樣 所以你其實在家都可以做益用性測試的 好 我簡單就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Hather 然後你也可以叫我田林 然後我過去有大概四年的工作經驗 其實在學校 擔任老師或是研究員 另外四年 我其實一直在科技產業工作 我前一份工作做跟機器人有關 那我現在在ASUS 我是做官網的設計 就是純體的官網設計 那我不重要 我覺得我今天想要多聊聊主題 甚至到底什麼 你不然做營用性測試 那Open Source 其實我想在座剛剛大家好像都蠻陌生的 其實過去Open Source 其實都是給工程師用的 像你用DLab DHub 你可以download很多Open Source 但為什麼現在開始Open Design 為什麼設計也可以被分享 其實是沒有錯的 在它的定義裡面 它就是說 我有很多共同的創作者 或者是共同的 我們叫Contributor 就是我們一起來貢獻 我們所有 我們不論你會設計 還是你會研究 你都可以貢獻 但我覺得它重要的是 它可以讓很多人受益 它絕對不會是我一個人做 一個人受益 或是我今天做的 只有公司的人可以使用 它不是 它是被公開 被大家可以使用的 或是今天不論是暗主 或是我今天在那邊分享 你就可以去使用我的平台 那我先介紹一下US Beauty的產生 就是這其實不是 我其實不是創辦人 因為創辦人現在其實在東京工作 她是婷婷 然後我今天是 我是參加過她的活動 然後跟她一起合作 參與過很多的專案 然後來分享 帶給她分享她的理念 那在她工作時 一開始在她休息的時間 她就開始思考 她到底可以為社群帶來什麼 她可以為這些想加入US領域的人 做些什麼 她發現了 有很多人想成為研究員 我不知道今天在座來聽的人 你可能已經是研究員 你也可能是設計師 但是你們可能覺得沒有一個平台 可以去讓你有在生活工作之地去練功 或者是累積作品機 那也有很多的 對不起 也有很多的新創公司 她也說 我想要更經濟更有效 或者是可以很快速得到使用者看法 她很想她可能沒有支援做這件事 她如何透過這個社群 然後我們來怎麼協助她 研究員當然她想要累積更多研究經驗 於是這個平台就產生了 她叫US Mute Team 那她就是透過案主題發起專案 透過US Mute Team 我們去溝通 我們去找到說 到底有什麼是我們可以幫助她的 然後我們把這些專案去找到適合 或者是有意願 一起來參與做專案的研究員或設計師 最後我們產生出報告或作品集 然後待會後面會看到 這到底是怎麼被產出的 然後她被分享出來 那這個平台對新創公司有什麼好處 我覺得這裡有說到研究便有效率了 以前我相信大家有很多的舉手 你一個禮拜你最多可以做幾個受社者 你們可以回想一下 我的經驗即便今天我一天做兩個 我一週也挺多做十個人 所以其實你在公司裡面做益用性測試 其實效率很低 因為你是一個研究員去做 每天去做益用性測試 可是在這裡不同 我們今天透過社群的力量 我們有20個人來做這個研究 我一個人去做兩個我就有40個 我就可以回收40個益用性測試的結果 那這個對新創公司來說有幫助的 那再來他很需要快速的測試或符合經濟效應 因為派了一個研究員其實成本很高 我一個月要談6萬塊的薪水 你看我一年要花多少錢請一個人 可是研究有時候是階段性的 在產品的前期需要研究員 或許產品跌代出來 進到市場上錢可能需要研究員 或者是他後續就要跌代的時候需要研究員 他可能不見得每12個月都是屬於研究員 可以很完整的被利用的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會有USBUTE的產生 那對US專家而言 對各位在座的各位 如果未來你有興趣做三波決議 也歡迎可以找我們 你除了累積各種作品集之外 我覺得在這裡可以很快去驗證US的價值 也有可能你以前在辦公室裡面 常常覺得做研究老闆都不瞭你 或者你做完包幹什麼 老闆聽我看到有人笑了 就是老闆的人真的不理你 然後也不覺得你做的US是好像真的有幫助了 因為我們常常闡述的是一個建議報告 不像設計師你可以產出漂亮的UI 可是研究員並不是 研究員是產出一份報告 一個建議方針 可是他不容易被看到價值 但是在這裡你可以實現 因為我們直接把這個報告給我們的案主 案主可以直接的回饋 告訴你說你的報告有什麼好處 那我想來問問大家 你覺得我們這個平台有收費嗎 有收費的舉手 你覺得有收費嗎 欸有耶 好 很正常 我們其實也被問過很多次 當然想跟大家說 其實我們沒有收費 之所以我們今天會來談談所謂開運 就是這樣 我們其實沒有收費 但是不過我們把所有的結果都會公開 我們公開在網路上提供US的社群朋友去使用 或者是交流與學習 沒錯 我們可能剛剛他們前面 就有分享到很多開源的原則 我們或許沒有辦法再去 向工程師download下來去修改他 可是我們能提供什麼 我們能提供你們的是一個研究架構 一個研究流程或是一個時程規劃 那研究使用者研究其實並不便宜 如剛我所說 可能一個月六萬元去請一個研究員 但也有很就是 這個其實是我們知道說很貴 可是也希望大家珍惜這個平台 然後讓大家知道說 這個平台是有教育目的的 才是我們當前覺得 USB-1T最重要的資源 那我們的任務是什麼 就如同我是案 我是計畫主持人 我其實會去溝通 跟案主溝通 大家他的研究目的到底是什麼 然後再把這個研究的概念寫出來 然後分享給研究員 研究員他其實有點像透過遊戲化方式 有線上的或者是有實際的工作坊 一起去參與 然後我們有一些些激勵講述 就是方向就是說 你來這裡就很像打怪一樣 可以一直累積點數一直累積點數 但是不能去save或全家換東西啦 但是可是你會被公開在網站上 然後互相的激勵說 欸我今天參加了第一個研究 我的朋友參加第二個研究 我能不能互相去激勵彼此 那我們就透過這樣的方式鼓勵大家 不然其實我相信大家一定有切身之痛 你常常跟朋友說 欸我要做殺菠卷 然後做了三個月後也沒有結果 等一下可以看看我們 我們其實花三週就完成這一個專案 那AFTi的專案介紹 其實AFTi是一個就是我想說 拿這個專案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怎麼完成他的 那我大概會透過簡短的分享 去瞭解這個研究背景時程 然後我們整個研究規劃跟協作方法 約開圓吧 我們到底怎麼協作去達到我們的 透過遠端的方式去合作 最後我們會跟大家分享 我們有什麼樣的成果 那在這之前我相信大家可能在做 沒有US 都看過這張圖 就是我們什麼是US 他其實需要三個很大重要的元素組成 比如說我們也必須要知道 使用者需求是什麼 我們的商業目標是什麼 甚至我們的工程師裡面 有沒有什麼技術限制 但是在我們是一個比較像顧問的角色 我們沒有辦法跟他們談 實施他最後落地的結果 我們可以跟他談使用者的需求 使用者的發現 我們也可以跟他談所謂我們的 他的商業目標是什麼 就等於我們的研究目標是什麼 在這之前我們就先了解 我們能做的事情有哪些範疇化在哪裡 接下來我就開始去跟案主聊 FT是一個後支付 我在這裡先簡單說明一下 後支付其實是一個你先收到商品 然後你可以先體驗這個商品 你覺得好用你也覺得OK之後 你一個月後再去付款 那他是一個新的支付模式 間接在台灣已經開始拓散 他其實原本來自一開始來自日本 當他要落地在台灣的時候 他就來找到US沒有提供 我們到底可以幫他什麼 對不起 一開始他只跟我說 他想要了解台灣的用戶 新的環境跟市場定位 我相信在座如果做US研究 人一定知道這題目超級廣 就是廣到我已經不知道 從哪裡切入了 就是做研究其實是不太可能用這麼廣 然後跟我說我三週要完成 其實是很現實 大概東西 我曉得 好 然後 你會不知道說這個研究到底應該聚焦在哪 所以我們開始跟他聊 我說你想要從哪裡獲得 使用者的需求 你想要從哪裡知道 你可以從現有的用戶 結果他跟我說 因為剛來台灣沒有台國現有的用戶 可是新的客群他們還在找 還不確定新的客群在哪裡 因為他還是剛來台灣 那有沒有現有的數據有 可是都是日本的 那就不如就沒有辦法了解到 台灣的使用者到底跟日本的使用者有什麼差異 最後我們提了一個案就是說 用APP的應用金測試 我們先從你的APP 他們因為過去他們其實沒有重新的Redesign 他們完完真正用日本的APP之後翻譯成中文 然後就來到台灣的市場 其實這風險很大 因為每個國家使用APP的使用流程是不一樣 或是你在乎的功能是不同的 甚至用字潛失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最後就決定幫他做應用性測試 左手邊是你看到這個APP 他現在的量子 然後我們就用這個APP去幫他做應用性的規劃跟測試 去找到台灣用戶他的使用行為 他的使用流程或是認知 因為如同我所說的 這樣的PyChart可能你現在看 第一眼看的時候你會覺得說 欸我好像只剩兩千元的扣檔 是只剩兩千元還是我已經用了兩千元 其實這裡的圖就會有不一樣的解讀 好然後再來是時程規劃 我就剛剛如我所說 其實我們只有三週的時間 如果我們不壓縮這個時間 就會變成三個月然後三年 然後你的篩破決就無極何終 我覺得這是非常常發生 甚至我自己做三個會覺得 也會面臨的問題 那其實我一開始就是做計劃主持人 我就開始規劃說我溝通 我就開始規劃我整個該那是什麼 然後我去做了一個pile round 可能就找家人講朋友就可以了 然後去recruit這些researcher 我到底怎麼去找這些研究員 有意願來幫我們做 那最後呢最後兩個圈圈 其實就是所謂的研究員真的執行的任務一 就是我們讓他兩兩一組 然後去做應用性測試 那一個人最少要做一個 所以很快的累積至少會有 20到40個的研究結果回來 最後一個階段的話 一週的時間 然後讓他們去確保說 我做了我這些 我有40分的 我有40、30到40分的這些內檔 我可以分析出什麼樣的patent 我有什麼樣的地方需要被改善 好 那我這裡就先給大家看一下研究規劃 那我不一一的介紹 因為我相信大家 我們還蠻多人都有經驗做應用性測試的 那我們最開始必須了解 我們受測者是誰 就是像以FT來說 她就是女性為主 那她的年齡是落在18到50 其實非常廣 因為她合作的對象其實是 MOMO購物台跟PCHOPE 就是她其實已經有 既定的一些合作廠商了 那手機使用者 因為她們目前其實未開發未本版 她們其實只有手機版 那就是未曾使用過 注意用性最重要的是 盡可能是她沒有使用過你的產品 我們所謂的盲測 就是她從來沒有使用過 她第一次使用你的平台 其實最能測出這個使用者 她喜歡你哪裡 或是哪裡覺得不好用 其實最容易被看別出來 那研究方法我相信大家也很熟悉 可以透過觀察 可以透過think in and out 就是去鼓勵這些測試者去講出 他到底覺得哪裡好用跟不好用 最後我們一樣會有一個簡單的interview 研究工具我覺得也很多 你們都可以上網去Google 就是手機錄影 其實Apple的名牌都可以手機錄影 那我覺得最重要我想要分享的是SUAS 就是我們都常常做 覺得益用性是一個直性的研究 它也不需要很大的data 其實7到8個人就可以看出 可是我覺得在你要說服按主的時候 一定要有數據 我可能沒有聚約數據 不一定我不在打 可能這個專案是一個大公司 他沒有聚約數據 可是你一定要可以給他一個SUAS 因為他可以告訴你說65分以下 其實是這個App不及格 65分以下是幾個 那我在改之前跟改之後有什麼差別 我之後做了這研究之後 我能不能很清楚的知道說 我這個研究被提升了 我的SUAS拉高 我今天可能高於65分了 那案主就會很滿意的知道說 我的感是有成效 我能被追蹤這件事情是重要的 那任務流程當然你有很多種設計方式 這是我給大家可能一個簡單的template 就是說我前面的暖場 我會先簡單的跟他聊聊他的工作經驗 然後去跟他聊聊說 欸當你第一眼看到這App 你覺得是什麼 就是我們不問他 我們不問先不讓他知道說 這是一個什麼後支付啊 或者是一個行動支付都沒有關係 你可以先打開那個視覺 讓他告訴你他的第一印象是什麼 中間就開始給他任務了 我可以從建立新帳號開始 就這樣做我的任務一 任務二我可以要求他是登錄之後 主畫面去解讀 解讀這個畫面 User解讀出什麼樣的答案 那譬如說關閉通知 我們裡面已經設定好 他一開始是打開的 那如何他在mail上面去找到證券的位置 然後是不是如同你原先設計的路徑 最後就是結帳付款的功能 他有沒有如期的選到 他原本預期提供說他要去全家付款 他有沒有順利的拿到那個條嗎 最後就是測試後的訪談 我覺得也相當重要 因為其實有使用者 常常有一個現象 他在任務過程中 其實明明就是超級 超級像白癡一樣都沒找到功能 可是他最後停了ACUS的時候 錢的一個超高分 我不知道你們做業務系 有沒有發現這個問題 就是他認為他完成了 所以他覺得這個任務他很滿意 所以他給自己5分 可是殊不知你回頭看這個影片 他裡面其實花了5分 5到10分鐘才找到一個功能 所以這時候就必須 在執行跟量化裡面去做驗證 不是他給你高分 就代表這個研究是夠高的 其實不進來是這樣 一定要回頭去看過程中的路 跟他的路徑 所以事後測試訪談也很重要 你可以問問他說 你過程中 我們覺得什麼地方 讓你覺得很困難 什麼地方讓你覺得最不滿 那又最滿意的是什麼 那未來你有沒有可能 想回頭使用這個產品 這些問題都是延伸 要去一直去跟用戶一直去撈 然後盡可能用聊天的方式 不是那種一問一答 因為我相信有很多用戶說 欸對啊我滿意 然後就還進 對 如果現在是不行的 就是你還要去跟他說 欸那你覺得哪裡滿意 是你可以舉例問他說 欸是覺得登錄的時候 覺得很流暢嗎 舉幾個例子 然後去引導他 千萬不要讓他只是一個簡短的回答 所以這是一個所謂任務流程的template 就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公開之後 可以直接被使用的template 是可以直接去使用 但你現在公司裡面 你正在進行的一些設計 那當然過程中 是需要去測試去露營 然後我們也透過遠端的方式 要求研究員他測試完 必須回傳他的影片跟照片 這就是所謂團體合作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你會看到別組的研究員 已經回傳的時候 你就會很緊張說 欸那我是不是也公開去做好不好 我要公開去找人 跟我一起做這個研究 所以其實我覺得很多時候 開源這件事 是大家共享到平台上 同時去互相的監督彼此的合作 甚至彼此的去交流 這件事情是很重要 你遇到的問題 可能B組的同學也遇到 那能不能透過公開的一個平台 然後讓大家互相去學習 那鞋座工具我覺得 大家比我再熟悉不過了 其實我就是用Google 就是上面框起來這些 通通是我用到的工具 那我就想推薦的是Google 其實可以架網站 在做很多研究員跟設計師 你們一定有作品級的煩惱 但是Google其實有Google Science 然後他其實用很簡單的拖拉方式 就可以架一個網站 唯一一個圈裡 就是沒有辦法用自己的董妹 但是他足以讓你去面試去使用 甚至去公開你想要公開的資訊 我們從頭到尾所有的 USMilk的所有的網站 都是用透過Google去見證的 那報名也是很容易 用Google phone就可以達到了 去招募所有有興趣的 我們其實很簡單 我們是透過FB 然後去公開說我們要招募 甚至我們的討論 有在FB的算是不公開的社團裡面 我們從一開始的自我介紹 讓大家認識彼此 然後大家遇到問題的時候 也從上面就發問直接做討論 雖然大家都是遠端 可是因為這樣的方式 你可以很及時的 知道我現在每個組員的狀況 那甚至我會用一些追蹤的方式 甚至是因為我們當時的測試 帳號只有一個 所以大家不能同時間上去做這個測試 所以我們會排了一個所謂這樣時間表 不同組上來去預約你的時間 然後取用你的取用帳號密碼 那我也會有任務一任務 或的checkpoint 也就是有點像Milkstone 我們check他說 欸我到底有沒有完成 那每小組其實就會有壓力說 人家都完成了 那我呢我什麼時候可以完成這些工作 至少可以讓你的策畝 覺得很確實的就落實 那最後我也想推薦一個叫做協作工具的 就是real time mode 我相信可能在座也有一些聽過 它現在是免費的 就是說它有點像你平常啊 就是你會拿那個3M的那個N字貼啊 然後你去做什麼branch-domming啊 或資料整理 它一模一樣 只是它變成線上版 就是你想像一個白板在線上 那它免費的狀態是5個人可以使用 就是現在免費的 可以5個人同時assess到這個平台 5個人一起做集體創作 或是集體的項目 就是你在家就可以跟你的朋友去合作 那如果5個人以上就開始要付費 所以如果只是兩三個朋友 其實是可以使用這個平台去做溝通的 那遠端學作呢 不是大家想像的那麼美好啊 有Google啊就完成了 其實它並不是這麼簡單 就是它還是有一些困難存在 以我這次的專案經驗第一個就是 測試帳號的問題 就是我們發現它測試帳號 只有一組人可以在同一個時間 那我們能不能及時應應它 就去排一個頒表 然後大家使用 所以這是一個比較麻煩的地方 防術利用性測試 就是最好跟一個案主 先要多幾組的帳號密碼 那再來是研究目標跟範圍 其實我相信大家也知道 剛剛那議題有夠大 其實光彈後支付 有很多種探討的方式 我可以透過訪談去瞭解這個市場 到底對小兒支付信用卡 LinePay甚至是後支付 到底有什麼樣的選擇上的差異 我光這個議題就可以聊很久 但是時間要關心 我們怎麼去濃縮這一個研究 甚至是讓我覺得我們 可能還可以在進步的地方 我們如何讓這些20個 原端的研究員去了解 我們怎麼去設計這個概覽 我覺得這件事情也是重要的 那這也是我們必須在往前進步的地方 所以等下你們講一些解決方法 然後再來是研究方法的部分也是 我們能不能讓我們的研究方法 再透明一點 告訴你說我怎麼設計的 因為設計的人是只有我 或者是創辦人 所以這些no-how可能還是在我們身上 那我們如何去傳遞這些方法 給這些研究員 甚至這些研究員可能 從來都沒有做過應用性測試 那在最下方其實我提了 一點點小小的解決方法 可能是在我們做這個online的研究前 我們可能有個行前說明 那透過之後再透過一兩次的 可能用zoom啊用hand out 去做所謂的線上開會 所以我把我們研究的順序 比如說我們run這整個專案的順序 我做了調整 如果未來能做更好 我覺得可能可以先有工作法 就是行前說明或工作法 讓你手把手的先教你怎麼做應用性 再把你放生出去 讓你去做任務一任務二 所以這也是在這個專案中 學習到一個蠻大的一個重要的碰度 最後我要來聊聊 研究成果公開的影響 畢竟今天講的是open design嘛 你們能不能再使用 剛剛有看到我們有任務可以使用 有時間軸可以對大家使用之外 還有什麼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研究成果其實也不滿大家說 其實在任務一很容易達到百分之百 大家去做研究很容易達到 但在任務二研究報告的完成率 其實相較較低之後達到百分之五十七 很多人在一開始可能 我覺得難免大家工作忙 一開始可以完成 可是到後來分析的時候 可能就會有些力不從心 我覺得是難免的 所以這時候我們到底如何 讓大家更有詳心力 就如我剛剛所說 我可能在第二個階段任務的時候 就必須要有所謂的線上會議 去造極大家的詳心力 然後大家才會有動力在往任務二去 所以這個chall point 可能不能只是在isail上面 可能必須真的是有線上的討論 那最後滿意度我相信也非常 大家回饋也是到滿好 都有百分之八十的滿意 那研究成果我分為什麼呢 我把它分為所謂的建議報告 我的建議報告一定是給案主 案主一定要覺得有收穫 不然我今天提供這樣專賣 提供這樣的平台 但他一定要收穫說我下一步可以怎麼做 我可以怎麼去提到我的產品 那助評級的研究員 研究員可以怎麼樣利用 怎麼去打 他可以怎麼樣 有什麼樣的呈現方式可以拿去面試 最後是我可以給這個社群什麼 我可以給你的研究架構研究方法 第一個就是研究報告 之後也可以就是搜尋usmute 就可以搜尋到這個平台 他裡面已經有五個專案有五個研究結果 有很多不同的研究方法 你們都可以去使用 那以我的案例來說 我收到了報告我會上傳上去 你也可以download之外 我們在右手邊其實有案主的回饋 案主給你什麼樣的 所以這些研究員不是做完就沒事了 我們還是可以得到回饋 我可以怎麼再進步再去加強我的研究技巧 主持人就是我也會給大家回饋 就是從我的角度我在你的報告 我也有收穫 我也可以回饋跟你說你哪裡可以再加強 可以給什麼樣的方針讓他變得更好 再來是作品集的部分 就是其實我們會建議的所謂研究員的檔案 就在我的網上下也可以看到 參與過我們所有的人的研究員 然後你點擊進去之後 你會看到你自己的積分 就如同我所說的 我們是遊戲化的設計 希望大家互互相的去激勵彼持 然後讓你的分數越來越高 然後你也可以直接點擊 然後去呈現你做的轉案 這樣的方式 其實你可以直接帶著你的PEG 帶著你的手機就帶去面試 因為這就是研究員的成果 這就是研究員的成品 那研究架構這裡我就特別提到 這其實也在網站上有 研究架構就是上面那一條軸 比較像主持人的就是我的角色 我設計了任務 然後我設計問卷跟仿高 然後我做time run 然後我招呼受測者或研究員 上面這一條就是如同 你要做一個研究前 你要必須完成的事 所以你可以回頭來看看 我有沒有達到這些標準 有沒有完成這幾個point 那研究執行是給研究員的 就是當我執行之後我可以做什麼 記得在你研究前請你確保 你所有的錄影工具是ok的 因為架設設備這件事情是重要的 錄影也是重要的 因為做完研究那個受測者走了 如果沒有誤到你就是沒了 所以一定要確保你所有的設備是ok的 然後事前問卷 其實有很多網路上有很多種事前問卷 有aqs啊 然後或者是你可以用很多其他的問卷 或是npx 有所謂做滿意度調查 你可以做前後的比較 那進行測試跟觀察紀錄 你可以用兩個人 你可以找你自己或是同事 來去幫忙你做tap notes 就是寫一些重點 除了錄影之外 他可以快速的節目重點的話 你回去整理包管會特別的跨 那測試後的訪談 就是我剛剛提到非常重要 然後跟最後的問卷 那我們其實我剛剛也提到了 我們想公開的 不僅是剛剛的framework之外 我們其實也透過工作坊 也曾經做了幾次不一樣的活動 比如說Stone Reboot 就是到底怎麼做Stone Reboot 可能在舊也有很多人有經驗的 但也是我們如何透過田野調查後 採出Stone Reboot 然後這個過程中 我們會帶著研究員執取執行 甚至量化問卷的設計 我相信問卷到現在 我可能也還不敢說 問卷是一個好設計的東西 到底每一題問一下 能不能收到你的你要的回饋 或者是你原本的假設 那我們會透過工作法的方式 然後最後把它公開 整個結果在網站上 最後來來來來 研究的影響力 那研究的影響力是有很多種 這其實是我其中一個研究員 他主動寫了一篇文章 然後再丟給我review完之後 投稿到US Collective 就是你可以在這裡去發表你的文章 不認得是你工作上 或是你做的塞波卷 其實這個影響力是很大的 甚至你寫英文 其實是有很多國外的人會來看說 欸我要做應用性測試的時候 我可以去哪裡找到資源 Medium絕對是一個最棒的平台 那還有什麼回饋呢 我覺得研究有很多種不一樣的回饋 就有一個研究員跟我說 因為這個專案他獲得很多面試的機會 他其實就很簡單 在領域上有個專案 就寫上自己的做了什麼 然後剛剛我們那個Google的連結附上去 他其實很多人透過領域找他去面試 那他也之後我另外一個研究 是另外一個研究員就自己私訊我說 他想要轉做產品經理 那他想要 他的目標就是蝦皮 他很明確 他想要做一個蝦皮的塞波卷 其實我透過這個專案我得到 蠻多不一樣的機會 所以蝦皮會覺得有時候 真的不是個人或者是大 或者是一間公司而既得利益者 他其實是一個公開的 甚至這個交流平台 就因為這樣開始 也有可能因為這個蝦皮的專案 我們下一次可能可以找蝦皮合作 他是一個正向的循環 那最後就是 創辦人其實也有分享過 這個community其實就是 希望帶給大家更多的動力 然後去為這個社群讓他變得更好 也帶出你自己最棒的一面 然後去呈現你覺得 你去盡你最大的努力 去把每個研究去做到最好 不論你今天初學者 或是你是資深的研究員 我覺得非常歡迎大家一起加入 就是一起去做這些 即便沒有賺錢的專案 我覺得都是非常好的回饋 甚至你可以透過這些平台 把這些結果分享給大家 也是非常重要的 也希望今天大家有一點點的收穫 然後可以帶著這些架構 今天回到你的 明天可能回到你的公司 拿著你的產品 找到你的同事 就可以做一個用心測試 謝謝大家 好嗎 謝謝謝謝 de 約起來 您不會再台灣 是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